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马桶,简洁的衣物也不会对如厕产生妨碍 但对大山套小山,内群照外群的古人来说 上个厕所仿佛在和时间赛跑 一个不留神就不需要上厕所了 那么,古人穿着如此麻烦的服饰 究竟是怎么上厕所的? 今天就让瑞森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古人的服装与如厕的那点事 众所周知,世间虽有脱裤子放屁 这一案只多此一举的俗语 但却从来没有类似脱裤子接手的俗语存在 脱裤子就是如厕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 它提供了一种确认私密空间的安全感 以及提醒自己预备享受不可多得的个人时光 但是对古人来说 想要获得这种安全感却并不容易 在我们看到的影视剧当中 不管是当朝为政的官员 还是勤奋苦读的穷书生 总是穿着长可其角的长袍长衫 而在这些长衫之中 又往往套着那么一两条裤子 如果那集突然到来 这些精致华美的衣着 反而会成为痛快发力的阻碍 让我们抛开中国古代传统服饰 还未完全成型的那段时间不提 而看向那些服饰已经成型 并且被理智渗入之后的时代 在这些朝代中 人要穿几件衣服 几条裤子 内外顺序如何 都有相关的规定需要遵守 好消息是 对平民来说 这种阻碍是可以轻松避免的 出于方便行动和劳作的考虑 他们只会穿短上衣 与一条单裤 所以实际如厕的流程 与现代人相比并没有太多区别 但对有身份的人来说 短衫加单裤的造型 自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 这些十分讲究理智的文人贵族们 往往都是繁文入节的座上宾 因此 为了符合当下的潮流与规范 他们身上的服饰比起平民 也要更加复杂 其中大部分则都以长衫为主 只是古人的衣物数量 仍然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在宋朝时期 一位身份高贵的女性 下半身通常穿着五件衣物 女性在如厕时 虽然会面临种种麻烦 但对出身名门的贵妇们来说 如厕时身边通常都会跟着三两丫鬟 而这些丫鬟的工作 便是帮助主人脱下层层叠叠的裤裙 或卷起裙摆提在手中 尽可能让这个过程变得轻松一些 男性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虽然在服装的方面 不会像女性一样过度细致 但他们也穿着长衫与长袍 需要注意的是 不管是男性的官员还是文人 其服装也与女性一样 需要根据场合的不同而进行更换 但相比长袍 长衫可以很轻松地撩起围在上身 而内侧的裤子自然也可以简单解下 比起服装复杂的女性 男性在如色时相对简单一些 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古人的服装是根据场合的不同 来做加减法的 因此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 男性官员身上的衣物的复杂程度 比起女性来同样不遑多让 如今汉服已经再次成为了 亚文化中的一股潮流 关于男性汉服的考据也越来越多 在这些汉服爱好者们拍摄的照片与显真中 我们能够很轻松地认识到 以前古人面对的如厕难问题 以及背后隐藏的小小苦涩 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化 人类面对自己赋予自己的难题时 同样会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来解决这些难题 如厕易如是 当古人发现 不断发展的理智 规范与潮流 已经开始阻碍到 致人的正常生理需求的时候 他们同样发现了解决之道 当然 这种解决之道在平民间也有体现 但前提是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 十分严重的如厕难题 对体面没有要求 对舒适更是望尘莫及 因此他们的如厕方式 反而与如今更加接近 反倒是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达官显贵们 在解决如厕问题上 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但与我们想象的不同 这条路虽然也有一只 走向了精简衣物 但另一只却别出心裁 向着名为改造厕所的大路 狂奔而去 如今我们热衷于智能家居 AI厕所 古人也同样热衷于智能厕所 二者相比 古人的厕所反而更加智能 究其根本 这种智能厕所的本质 并不来自于别出心裁的科技 超越时代的人文关怀 而是来自字面意义上的智能 没错 这个智能指的就是 让其他人来服侍自己 如前文所述 古代的贵妇在如厕之时 左右会有人相伴 其任务则是帮助贵妇 整理衣物 简化贵妇在如厕时的手续 并且防止华贵的衣物 被衣物弄脏 或被臭味熏染 当然 负责整体厕所环境 保证一切清洁如新的 同样是这一批人 在著名的石虫笔腹故事中 曾有客人误入石虫的厕所 但其内部的精美程度 与随从数量 甚至让客人误以为 此处是石虫的客房 这个故事虽然比较极端 但也可以令我们窥见 那个年代中 人们对于如厕的追求 而在如厕结束之后 贴心的下人们 还会递过香料 熏染衣物 或者干脆服侍主人入狱 从根本上避免 衣物被衣物弄脏的可能性 对此更有讲究的古人 还会在厕所中 放置熏香来避免异味 甚至会在鼻中放入干燥 来防止吸入臭味 除此之外的种种设施 也是极尽华贵之能事 以至于在便筒上铺软垫的行为 都显得正常了许多 因此 古人上厕所的方式 与我们如今 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日光底下无清事 我们今天如何脱掉 衣物上厕所 古人也要经历 同样的步骤 只是相比如今 简洁的衣物 古人的长袍 就稍嫌麻烦了一些 对那些身份高贵的女性来说 她们如厕的步骤 就如我们前面所说 通常都会有下人 专门陪侍 不管是帮忙卷起衣物 还是干脆帮助主人 脱掉繁杂的衣裙 虽然用时稍微久了一些 但并不会真正 妨碍到如厕的时间 而这些官员 也并非每天都有急事 父闲在家 茶前饭后 都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支配 这个时候 她们有些人会选择 提前将长衣脱下 交给佣人 在身着方便的服装 前去如厕 也有些人会在如厕后 一并将衣服脱掉 交给下人清洁 或者干脆叫下人陪同 在一旁负责卷起长袍长衫 在上朝 工作 以及会面等重要场合 到来之时 官员们通常都会套上 官服与长袍 而这些里外数层的长袍 会在如厕时 造成相当大的麻烦 而对一些追赶潮流的文人来说 这种麻烦更加有增无减 在面对重大场合的时候 身着长袍的古人 同样有自己的处理方法 但如果很长时间 都得不到空闲 那么古人自然也会选择 各种方式 来避免生理需求的出现 包括但不限于提前处理 或者干脆控制进食 保证自己在一段时间内 都没有上厕所的冲动 而在私人时间中 很少有官员还穿着上朝 或者工作时穿着的长袍 此时他们的服装 普遍都是简单的长衫与裤子 这种长衫在行动上 比起华丽规整的长袍 更加便捷 因此在如厕时 也比长袍简单很多 虽然长袍比起长衫来 要更加难以行动 但好在这种衣物 同样可以相对容易地 卷到上身 在没有人帮忙的场合 也可以很快完成这一套动作 而问题在于 接下来究竟该如何 一边提起长袍 一边脱下外裤 如今也有很多人 会在各种场合 面对这一问题 但其解决方法 也不外乎先处理裤子 还是先处理上衣两种 但如果真的面临 十万火急的情况 那么这一次空头行动 就只能被强行压制在出发阶段 直到等来当事人拥有 大段空闲时间的那一刻了 说完了官员 每个时代也同样有热衷于 追逐时尚的弄潮二 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都以文人的身份文明于世 受限于经济条件和文化壁垒 文人很少有出自贫苦之家的 因此这些人家中 不是大富大贵 就是小有钱财 在着装上当然不能马虎 但在服装上的考究 就是在如厕上的麻烦 古往今来数千年 想必总有那么几位 无闻怒漠的文人 在五谷突然轮回 却来不及打开牢笼 释放内心的猛兽时 会在心中暗自叫 骂那该死的时尚 对如厕的执念 从古至今都没有消失过 古有时从厕房变卧房 竟有全智能静未来卫生间 而在如何如厕的操作规范上 古今的变化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差异明显 如今着长裙如厕的女性 也大有人在 古人也自然有办法 穿着群长正常如厕 虽然我们不知道 古人看到今天 如此智能的卫生间时 会做何感想 但当古人看到 脱裤子这个熟悉的动作时 想必仍然会露出 会心的笑容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